女孩出门在外千万不要随便喝下陌生人给的饮料 小美本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平日里唯一的娱乐活动 就是在学校话剧社丰富客与生活 这天晚上演出大获成功 小美拗不过学长们的邀请 来到社长的豪华别墅里参加聚会 几杯酒入度场小美就失去了意识 等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 奇怪的是 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拍了许多不哑照 还上传到朋友圈 就连奖学金也因为这些不哑照跑汤了 小美觉得很疑惑 她不可能拍这些照片 更何况自己喝的酒也很少 怎么就会醉得如此厉害 父母得知小美醉酒 直接就把她的行李给搬了出来 因为这违反了他们的宗教 更让父亲气愤的是 昨晚是一个男生抱着不省人士的小美 在大街上挨家挨户的敲门 把他们一家的脸都丢见了 小美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她来到卫生间 更加可怕的事发生了 小美发现自己的衣服竟然也穿反了 这让她顿时感到不寒而立 自己很有可能被人占了便宜 小美冷静地拍下照片 留下证据 之后小美找到一起参加聚会的朋友 得知是一个学姐给自己叫的网约车 学姐告诉小美 当时大家都走了 留下小美不省人士 于是便给她叫了网约车 小美又问起朋友圈的那些照片 学姐却说完全不知情 小美仔细翻看着自己的照片 她发现这些全部都是用后置摄像头拍的 她开始一个个核对 找出参加派对上所有人的视频 和自己的照片核对 一圈下来还是没有找到 小美觉得线索太少 于是她又利用自己的计算机技术 黑进每一个社团成员的手机 有了在复印店里工作的朋友的帮助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可小美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她开始查找网约车顶单 发现比预计到达的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 这其中一定有蹊跷 于是她没有找到网约车公司 客服人员查找出行车记录 发现路径并没有任何问题 司机解释自己的车在那个晚上爆胎了 所以她不得不在公园停下换轮胎 这才耽误了行程 司机怕小美不相信 还拿出照片 又带着他们去车上查看车子的行踪 线索又一次中断 小美百思不得起警 难道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吗 可是为什么一切都是这么诡异呢 疑似被侵犯的女孩回到复印店 朋友找出一个聚会上的录像带 小美不停地回放 终于发现一个学长给自己的是一杯颜色 和其他人都不一样的酒 这就说明很有可能是学长给自己下的药 不仅如此 在其他人的手机里 小美还发现了一张 学长把一盒不知名药剂 放进自己口袋的照片 并且还单独一个人在厨房里待了一个小时 才出来 小美当即出发找到学长 面对质疑学长显得十分生气 众人来到社长家里找监控 只有监控可以说明事实 可看了监控小美又傻眼 学长根本没有在酒里下 之所以在厨房里待了一个小时 是因为自己压力太大 需要找一个地方单独发现一下 在口袋里放的药 也是心理医生给她开的抗疫于药物 不仅如此 小美还在监控里发现 自己喝醉酒以后 就一直一个人窝在角落 那些照片也是她自己拍的 众人纷纷散去 小美一个人留下来 不停地翻看监控 她发现自己离开排队之前 衣服还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 问题出在她回家的路上 可是既然学长没有下药 为什么自己只喝了四杯酒 就会醉得不省人事呢 为了失业 小美又喝下了四杯酒 可她并没有醉到 反而很清醒 为了实验的严谨 她们又摆出聚会时的灯光 放弃了动感音乐 这一次小美喝了很多杯 依然是清醒的 第二天 小美和朋友小明来到公园 顺着从派对 到小美家的路线一路追踪 一路上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 直到小美看到一座雕像 她想起当晚戏剧社社长的朋友圈里 似乎又出现这座雕像 可社长却说自己那晚没去过 旁边的小明又说 当天晚上下了雨 根本就没有星空 难道是社长买通司机 小美把嫌疑人指向了社长 她把社长的星空照片 全部转化成黑白照 立马就露出了一点 这些图案看起来 怎么那么像人体的部位 之后她又转换 发现有一张照片 和自己背上的胎记 几乎一模一样 女孩脱下衣服 赤裸着身体躺在复印机上 机器开始工作 随着绿光闪烁 女孩身体的复印件就做好了 小美拿起照片 和所谓的星空照做比对 发现竟然一模一样 这不由得让她毛骨悚然 在这之后 小美又和小明商量好 趁着社长在复印店 打印东西的时候 黑进她的电子邮箱 这天晚上社长来到复印店 小美趁着这个机会一通操作 登陆社长的邮箱 就在这时 社长的手机上 也传来安全警告的短信 眼见着就要暴露 小美索性直接拉断了店长 在黑暗中 社长神秘兮兮的对小明说 抽屉里的鱼怎么样了 小美一听就知道不对劲 社长离开以后 她逼问小明 社长口中的鱼诗 怎么一回事 小明见瞒不住只能坦白 原来所谓抽屉里的鱼 指的是一个硬盘 小美打开硬盘 发现里面全都是女孩们的私密账 就连自己也在其中 小美简直不敢相信 一直朝夕相处的小明 竟然和社长狼狈为奸 做出这种事 原来小明的妹妹住院需要很多钱 无奈之下才答应了社长的要求 社长最喜欢以女孩们的身体为灵感 小美听不下去 她跑回家 发现自己的电脑 已经登上了社长的电子邮箱 在邮箱里 小美把这些照片都打印下来做成一本证据 交给了道德调查委员会 可让小美没有想到的是 等来的不是社长的调查结果 而是对自己的通报批评 小美被学校的高层领导叫到办公室 说社长要以诽谤罪起诉小美 不仅如此 小美的父母也在赶来的路上 父亲不分青红皂白 当场就给社长下跪 要她原谅自己不懂事的女儿 尽管小美拿出了证据 社长就是死咬着不松口 就连高层领导都偏袒有权有势的社长 小美只能妥协 她当着全校人的面向社长盗窃 母亲载着小美回家路上 她突然拐了个方向 听到母亲的话 压抑许久的小美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她决定无论如何也不会向黑恶势力妥协 势必要找回一个公道 而这时候 学校里的另一个女孩也找上了小美 她告诉小美 社长一直喜欢给人下药 然后偷拍裸照 女孩曾经反抗过却失败 如今看到小美 她们便决定一起努力找到证据 小伙伴找到网约车司机 趁其不被一圈打晕了她 此后又从司机的手机里 找到了小美的裸体被拍照的视频 不仅如此 一共有八段视频 都是不同的女孩 就在她们准备把证据交给警察时 警笛声响起 一股浓浓的烟雾瞬间 充满了整个屋子 社长头戴草环 半裸着身体走了见 她得意洋洋 直接就把她们找到的证据一把火烧 小美想要追上去 却因为吸了太多的烟雾晕倒在半路 眼看着心血又一次被毁 小美更加坚定决心 她和女孩搬出打印机 拿出谨慎的证据来到天台 两个女孩都不知道是否会成功 但这是她们最后的机会了 随着扔下的传单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楼下 她们或多或少都是社长的受害者 碍于社长的雄厚家事只能不了了之 如今看到小美的举动 她们选择不再退缩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天台 社长却只能看着这一切 躲在小黑屋里不敢出门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要努力发光发亮 不必等待聚火 因为自己就是一束光